牛群惨叫狂奔 后面黑压压的不是乌云 而是已经烧到浓烟窜天的可怕野火 牧场主人赶着牛群赶快逃命 美国德州的狭长地带野火延烧超过三天 火势就像有生命一样不断扩大蔓延 有民众拍下火势开始逼近的瞬间 结果不到几分钟烈火已经烧到家门前 火势来得又快又急 当下被撤离的民众都还心有余悸 吓都吓坏了很多民众撤离的时候 什么都来不及待 民众回到家园 对面邻居房子烧到连一点灰烬都不剩 放眼看过去全部都是一片焦黑 车子只剩骨架 还有牛活活被烧死 危险的是还差一点烧到盒子设施 陈青大火不影响盒设施 但是这一场德州史上第二严重的野火 已经严重影响当地 德州的狭长地带目前有五场野火同时在烧 火场面积超过85万英亩 换算下来几乎是逼近台湾北北基陶四线市的面积 消防员累都累坏了 但是目前为止只控制住3%的火势 民众还拍下这惊悚画面 野火就像是会过马路一样 直接跨界延烧 烧到邻近的奥克拉和马州 大片草原变成火海 至少8700英亩被烧毁 居民紧急撤离 会这么严重都是因为今年异常暖热的冬天 但现在一切对于旧灾来说可能更不利 受到强冷风的影响 预期当地还是会出现强风天气 而影响的不止德州 还包括俄亥俄州也出现了天气怪象 前一天还看到难得的何许阳光 民众散步跳水 终于可以进行户外活动 俄亥俄州气温才回升到摄氏20度左右 民众全都乐得出门晒太阳 不过才刚赞天气太完美了 隔一天就变天了 降下冰雹跟强震风 居民被逼得紧急撤离 仿佛遭遇龙卷风 伊利诺州还有民宅的屋顶直接被吹飞了 极端天气说变就变 当地温差更高达22度 不仅是坏天频传 更让天气灾害难以预防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